嘩 好大風 3 2 1 Hello 大家好 我是PhoePhoe 今天我們來到觀塘 不是教班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是超級喜歡走市集 年宵 夜市 還有掃街 我上網看別人說 這個觀塘日夜都繽紛的夜市 是有一大堆掃街和光貨的攤檔 今天我拿了200元出來 馬上看看我用200元 可以在這個夜市買到什麼食物 Let's go 這個夜市在平日開4時至10 現在4時21分 其實裡面已經有很多人了 4時半的人狼 嘩 我們先走一轉吧 看看有什麼食物 我已經看到我想吃的東西了 我想吃這個魷魚串 大約40元一串 還有我想吃這個 35元一隻蒜蓉粉絲扇貝 但如果我這樣買 已經用了75元 應該不飽 Oh my god 是榴槤蓉 我很想吃 我還沒吃正餐已經想吃甜品 我覺得我一定要買 但好像全部都是榴槤配雪糕 或者榴槤配其他東西 我只是想吃榴槤 一會兒過來買 還有一些水晶 這個貓貓很可愛 我剛剛就這樣已經走完第一行 現在我們走第二條小巷 4時半來到 有些店舖是未開的 有些店舖是未開的 這個我想喝 泰國梳打飲品 最有閃燈 肥蜂糖炒 四十二元一份 清酒煮 四十元 還有這個棉花糖器 雞腿造型的雪糕 麻薯 紫收現金 這個牛奶麻薯 四十元一份 好像也挺多 韭菜豬紅 四十元一碗 這個真的很吸引 牛奶麻薯 牛奶麻薯 地瓜瓜 又是很棒 你看整排的食物 我都很想吃 拉絲粟米 爆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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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著吧 就這樣走幾步路 我已經走到第三條巷 是最後一條巷 都很快走完 這間基本上就是 浮大大雞排的分鎮 我的天 這是我在韓國很想吃 但一直都沒有吃到的 這個棉花糖雪糕 還有很多韓國的醬油蝦 醬油蝦 醬油蝦二百元三隻 會不會有點太划算 本身是四九九 這個韓國的火焰雪糕 二十元一個 好像只剩下韓國的雪糕 我慢慢給韓國的雪糕 你看看全部都蓋了布 蓋了布 那我吃什麼 又是甜品了 巨貓森林 好可愛的 喵喵喵 我看到這個檔口 叫做貓森林咖啡館 全部都是貓貓的東西 那我決定在這裡開齋 蟹王小籠包 小籠包和台灣燒賣 四十元四粒 可商品 那好吧 麻煩 我想要這個小籠包和燒賣 商品 我可以 這個就是台灣燒賣 是 好 我在這個 死路已經忘了 叫什麼名字 巨新貓咖啡 我死了 完全忘了 買了這個小籠包和台式燒賣 的商品 四十元 原來台灣的燒賣 是這樣的 它剛剛夾給我的時候 我以為它夾錯了 但是這間店 是完全沒有 什麼 醬汁 醋 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吃 我們來試試 嗯 台灣燒賣 是這樣的 裡面有鹹蛋黃 旁邊那些好像 糯米 嗯 好像一種食物 我們平時吃糯米雞 這個時候就是這種味道 其實是糯米雞的味道 這麼特別 但是我不喜歡吃糯米雞 可以 還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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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雖然它沒有涼汁點 但是裡面還有幾滴汁水 雖然說它不是特別乾 也沒有特別濕潤 但是糯米雞我搞不定 很乾,比我的人生乾 裡面還有一些肉碎 還有一些很吸口水的東西 乾上加乾 皮也是硬到瘋了 就這樣吧 不行,我真的要出去買飲料 剛剛看到泰式梳打 水? 剛剛飲料去了哪裡? 剛剛飲料去了哪裡? 這個我也很想吃,浦魚燒 我的天,還有冰糖葫蘆 不行不行,我還是要去買飲料 剛剛看到飲料去了哪裡? 我這個出名的路癡真是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回來這個魷魚村 買一條有沒有呢? 蒜蓉扇杯呢? 給我排隊 我最後決定來買了這個榴槤蓉 我真的找不到飲料店在哪裡 我買了這個榴槤蓉 我買了一個是197的榴槤蓉 所以他就25元 他還有另一款是20元而已 我看別人吃的是這一款好一點 我們馬上來試吃一下 我有些蛇紅 所以我還是回到我的飲料 我想說我真的找不到 我剛剛看中的飲料在哪裡 嘩,好棒啊 今天跟我一樣很喜歡吃榴槤 嘩,好吃到瘋了 我瘋了 好美味 大家喜歡吃榴槤 一定要過來試試 嘩,不用吵 然後它是甜甜 又有一點苦苦 但是要有一點苦 才可以吃到榴槤的香味 我可以多吃五個 而且它一杯也很多 超級綿滑 馬上想買它的糯米池 嘩,整個嘴都是榴槤 我剛剛也很想買那個 魷魚鬚和扇杯 但是它的排隊情況是極混亂的 我完全不知道在哪裡排 然後其他的客人又不停做 我又周圍拆對 然後我就,儲底 這個25元很值得 200-40-25 現在還有135元 不過開始有點毛毛魚 這裡是露天的 所以應該快要走 好美味 不可以浪費 它除了是榴槤蓉的肉 之外呢 它還有一點皮 薄薄的 那層皮 超韻韻 顏色 我們現在的口渣很乾很乾 真的要喝東西 真的要喝東西 到底飲品在哪裡 我找不到 大家聞不聞到這些榴槤味 剛剛那個泰式飲品 怎麼搞的 我又很想買冰糖葫蘆 又很想買這個浦魚燒 兩個30元就沒了60元了 我現在還沒吃飽 200元好像不夠 九菜煮糖40元 我找到了 我想要一個提子梳打 好 30元 我覺得要買多個魷魚 麻煩我想問多少錢一吋 30元 我想要一吋 看看有什麼 要30吋 要 這東西是幫忙開路 橫公竹 笑死我 又來回我這個地方 嘩 不斷滴汁 我還要穿白色鞋 三十元一吋 這個 叫什麼 龍吐豬 叫什麼 龍豬 我忘記了 總之是魷魚粒粒 然後我還加了沙律醬 我覺得我這條煮得不太入味 它只是淋了醬油淋了幾次 就完了 它的魷魚粒粒 都很大粒 而且很彈牙 但是呢 缺點就是 比較冷 還有呢 那個排隊情況 又是覺得很不好 我很不喜歡這些 就是很容易被人打尖 插隊 然後買完之後 又很容易忘記 某些客人的單 所以我在那裡都站了一陣 30元 有 1 2 3 4 5 6 7 15粒內 我覺得都不錯 還有 它會直到周圍都是 所以 我現在地下是 全部都是醬汁 然後呢 我還在同一間店裡 買了這個 泰式梳打 夜飲 它的梳打水是真的用泰國的 我看到 還有都喝得出來的 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用那些提子的糖漿 還有多了一顆閃閃的冰 不過它都OK大杯的 30元 不過不實 如果你不想一吋這樣拿著呢 你可以叫它幫你拆開 那它就應該裝了一盒給你 因為如果你帶小朋友來 這麼大一輪 不是很安全 我來看看我拿多少錢 我手上已經沒有一張100元 剩下75元 其實我們吃的時候 也挺滑的 但不是飽的 是滑的 長嘴也是 這道菜 我有帶紙巾 是一個現來熟的女生 有關鍵的味道 開始下雨了 給大家看看 我地下的慘況 I'm sorry 我真的不想的 我現在要去丟掉這枝盲公粥 然後再買多 我想應該兩樣東西吃 我想問一下 這個冰淇淋是不是有得選味的 這個 好 20元 想要一個朱古力 是有韓國沒有吃過的東西 但是它已經很溶 我 Oh my god 它已經溶到不幸 跟我想像中有些出入 它裡面好像還有一些曲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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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好吃了 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吃什麼 小小小 我連打掌測的時間都沒有 它就溶了 補得 補得 收取 吃了整個的結論 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我想應該不會吃第二次 還是喝這個梳打水 我已經開始對這裡的食物 有點沒什麼信心 我現在只剩55元 55元 55元 我買了這個浦魚燒 剛剛買了這個浦魚燒 原來它是25元 所以我現在只剩這個 30元 應該還可以買多一樣東西 30元好像可以買剛剛榴槤那塊東西 我先去看看 因為我買這個浦魚燒 它說要等10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去榴槤那裡看看 其實我也很想買它的冰塘腦 但是我覺得太普通了 OK 收得對 它50元 一盒榴槤浪米池 其實不貴的 但是我只剩30元 用不著這30元 不過對面馬路 它還有這個乾貨的攤檔 但是我今天就不想特別走 因為我一走我就會花錢 我還在等著浦魚燒 在等著的同時 我直擊到一場 店員被抄IG的戲碼 有一群學生妹 看到店員很帥 在這裡擾讓了 就是我等那麼久的時間 看榴槤 然後回來再等一會 擾讓了那麼久 最終他們是拿到IG 但是我看到IG是沒有照片 很搞笑 但是店員真的好像挺帥 不過就不是姐姐的類型 真的只要是甚麼東西 我真的抗拒不了 不過它說很熱 所以叫我小心點 看看拿不拿到 好 真的很熱 它有紅豆 有粟米、芝士、麻薯和香菇力味 我選了紅豆味 本來我很想吃麻薯味 但是因為我見過別人 叫麻薯味 我又覺得好像不太吸引 所以我還是叫最基本的紅豆 大家看不見到有些雨水 我們吃完這個 就完結今天的行程 嘩 它爛了 是不是很可愛 雖然它有點像豬頭 凍凍的 不要緊 耍贏貓咪 大家看到那些煙嗎 嘩 嘩 好軟 熟了嗎 熟了嗎 好像還沒熟 它的蛋漿 像是番薯蓉一樣 牙筍 它的餡和蛋漿融在一起 我極度懷疑它是還沒熟 紅豆蓉給我吃兩口 怎麼搞 很失望 不怕不怕 我覺得不好吃 這個 這個樣子 或者可能它的口味不適合我 喜歡吃那種蛋糕質感 它是比較容易的 真的 都是飲品最好 好 我們今天的掃街行程就這樣 完結了 今天的結餘是30元 拜拜 這條美 好了 我們今集都去到這裡了 很想快點離開這個鬼地方 我覺得好像吃了等於沒有吃 如果大家問我推不推薦來這裡 我就 都推薦的 畢竟香港其實很少這些夜市的地方 來看一下都不錯 而且這裡它開到2月16日 總之是初七 所以大家如果新年 和家人或男朋友沒有工作 都可以來這裡走走走 好了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 就記得給我LIKE 記得訂閱和留言 追蹤我的Instagram 如果大家還想看什麼片 想我去哪裡 就記得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今天的盈餘是30元 我連30元都不想拿來賣冰箱 真的失望的食物 連我這個平時不太閹尖嘴 人來說我都一般 走人 希望可以快點剪到這條片給大家看 啊 忘了跟大家說 提早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大家 龍馬精神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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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土豬